打造文旅综合体探索文旅农融合发展 打造灰溢文旅特色小镇物园物女洲项目预计六月对外营业 世界罕见 赶州发现七千万年前正复旦的窃旦龙化石 庐山三叠全百米兵铺迎游客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基安永兴县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浓厚的乡村传统文化底蕴 近年来永兴县高度重视文旅融合工作 在发展乡村旅游上探索出了自己的独特路径 与现代农业 果蔬采摘 田园观光相结合的乡村旅游产业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诞生了黄碑景区 曲白小镇 院下村等项目 基本实现一乡一品 一乡一景的红色乡村旅游产品业态 走进黄碑州村 只见一片保存完好的香张林 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 景区内的张树林共有258棵野生香张树 年龄最大的有100多岁 立足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黄碑州村一坨原生风貌 梳理张林水系 把黄碑州打造成休闲 写生 瑜伽的好去处 吸引了一批批游客前来游玩 第一期打造的就是有民宿 农章 后期的话就有我们可能开发成水上乐园 跟森林酒店这一块 民宿的话我们保留一个住房的话 就是古色古香 简朴而宁静 悠久而亲切 古老而优美的特色 周末假期的话你们可以带上你们的家人和朋友 一起来放松心情 回归一下大自然 生态环境好了 游客也就来了 黄碑州景区将美丽乡村建设与自然生态有机融合 如今已是集民族度假 飞移展演 生态休闲 采摘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文旅综合体 目前已完成房屋改造 公路提升 飞移馆等一期项目建设 二期的观光农业 树林酒店 水上乐园等项目也在筹建中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就业岗位100个以上 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 旅游收入超过4000万元 而地处永新东南边陲的曲白乡院下古村落风景区 自2019年12月份开工至今 主体建设已基本完成 整体建筑为青砖辉瓦码头墙 青石板路的干派古尊诺民居风格 景区液态丰富 分飞移文化特色体验区 民宿酒店区 休闲娱乐区 风俗美食区 其中美食街属景区核心位置 异山傍水 风景秀丽 涵盖了永新乃至江西各地区的小吃品种 我们小吃街一共是有80多家商户 我们的贫困户商铺大概有20家 直接解决贫困户就业经商 我们采取什么方式呢 就是我们给它保底的年收入 这是一个 第二个教会它的技术 比如说这个小吃它不会做的话 我们这边直接教会它 然后免电租 免装修 所有的设备我们都给它购置好 有它在这里经营 那么同样的还有解决就是周边村民 在此就业大概不低于300人 目前景区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有条不稳进行中 预计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对外开放 取白距离景岗山主要景区45分钟 距离景岗山那个景区高速路口15分钟 距离景岗山是火车站15分钟 所以我们这边景区主要的依托的旅游资源 应该是以景岗山为主 未来景区将以景岗山游客导流行事 吉安散客口碑营销模式 南昌及干州 湖南延岭等地旅行社渠道模式 分层次分区域批量引进游客 目前已经与30多家旅行社 并由景岗山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 景岗山干部培训学院等 10多家红培研学机构合作 以免门票形式促进游客二次消费 近年来 商绕物园县把全县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规划 建设和管理 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旅游综合体 其中 物女州项目打造以灰意文旅为特色的小镇 带动了物园旅游淡季业态兴旺 助推旅游转型升级 物女州灰意文旅特色小镇 位于物园县文宫北路西侧 于2018年3月开工建设 总投资15亿元 占地约700亩 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 是省市县三级重点推进项目 600多亩的第三建筑全面封顶 已经在做这个内外墙的粉刷 计划就是说年底之前 整个物女州24万方的这个 这个主体工程全面封顶 小镇以灰文化和物源起源传说的 物女飞天为主题 结合度假 养生 休闲 游乐等元素 打造中国会议文旅度假小镇 和城市旅游综合体 特别是它的这个里面的液态 像我这个整个液游 包括这个一年四季恒温的这个 室内水乐园 还有我们的无动力乐园 包括一场死景这个水木电影 然后我们这个游船 这些都是物源现在为止 所以一个空白 目前700多名工人正在抓紧施工 预计2021年6月份 物女州会议文旅特色小镇 部分对外营业 全面运营之后 日期贷量可以达到2万人左右 可以解决项目周边居民上千名就业 也是物源市民文化娱乐修行的好去处 将极道丰富了物源程序旅游业态 填补了物源传业旅游 相强成都的局面 最近五国古生物学家在研究 干州出土的一组 窃蛋龙孵卵化石后发现 这是距今约7000万年的化石 化石同时保存有成体 胚胎和蛋窝等 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从这块化石可以看到 窃蛋龙孵在蛋巢上的孵卵姿势 与现代鸟类并无两样 这对认识窃蛋龙孵卵行为 和孵化方式提供了最新证据 具有非常大的科学价值 据了解 除了此次发现的窃蛋龙孵卵化石外 赣州地区先后出土发现 并命名中华乾州龙 赣男龙 南康龙等特有物种化石 并于2017年被中国古生物化石 保护基金会评为中国恐龙之乡 丰富的恐龙化石 也令前来参观的游客惊叹不已 第一次知道 然后赣州市恐龙之乡 没有想到在赣州这地方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恐龙化石 恐龙蛋这些东西的发觉 拍了非常多照片 准备分享给我的朋友们看一下 让他们也领略一下 这种远古时期的神奇存在 近日九江庐山景区持续低温 景区最壮观的三叠拳瀑布 被冰冻成百米冰铺 悬崖百丈冰 冰挂如流苏的冬季美景 吸引八方游客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拍这个兵铺而来的 因为古云云的 那个矿炉瀑布所推三叠 我们这次就组织了一个团队 特意到三叠拳来看这个壮观的兵铺 没想到我们庐山也有这么震撼的 这么壮观的兵铺啊 听说这个三叠拳那个冰挂 非常壮观 所以我们也带着好奇的心 呃 冲向三叠拳 真的很壮观 而且三叠拳它的高度是一百五十五米啊 从上而下分到三叠 全部冰冻了 而且我们庐山啊 以前是一座冰圈啊 一座冰山四季冰圈 没想到在现在这个社会 也已经凝固了 成为了一座冰山 凝固在这里 相当壮观 特意过来的 壮观漂亮美丽 不需死心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 庐山三叠拳兵铺成型于元旦期间 将持续至二月左右 目前庐山三叠拳景区正常对外开放 景区观光车缆车正常运营 游不到路面无积雪附冰 游客可前往观赏 同时景区推行网上预约 接待游客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最大承载量的75% 赏美食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沙发 sheets